了解全球大事,看懂英语新闻 每天五分钟读CN5Fence 让你提升英语力,并掌握国际社会脉动 今天要来看叙利亚内战的新闻 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目前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我们来看第一句 The Syrian Civil War has now entered its 10th year 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进入了第十年 That's the 10th year of death and displacement for millions of Syrian citizens and the 10th year of one of the worst humanitarian crises facing the world right now 对数百万叙利亚公民而言 那是第十个死亡与流离失所的年头 也是目前这世界面临其中一个最惨的人道危机的第十年 Displacement是迁移 Humanitarian是人道的 Crisis是危机 它是C-R-I-S-I-S的复数型 我们看下一句 上周 美国宣布要在额外提供 1亿800万美金的援助计划 以便提供基本必需品 例如食物 医疗用品 以及安全的饮用水 Announce是宣布 Additional是额外的 AID是救助 Package是一套计划 Essential是必需品 这些是用来提供给预估300万受困于Edelib 这一个位于边界 正处于交战中的省份的人民 但专家担心 这些钱是不够用的 Estimated是预估的 Trap是受困 Contested是处于竞争激烈状态的 Province是省份 好,我们看最后一句 同时,有三位人舍 最近个别被判处 125年徒刑 因为他们牵涉 Allen Clardy溺水死亡的案件 Human Trafficker是人舌 Sentence是判刑 Droning是溺水的 这位跟着父母移民的小男孩 他卧室在一个土耳其海滩的画面 悲惨地描绘出 在这场战争冲突中 人们所付出的代价 Migrant是移民 Totter是刚学会走路的幼童 Heroin是悲惨的 Portrait是描绘 Conflict是冲突 以上新闻来自 CM Five Things Portrait是冲突中的